一次免費的吃 鮭魚 就能吸引全台灣一百多個人要趕 一個感想就是規矩來期 然後一家壽司店的一個所謂免費 而且只有一次性的 一次免費的吃 鮭魚 就能吸引全台灣一百多個人要趕 但是有些民眾他們所在的縣市 根本就沒有那個那個 分店 那結果他也更加改 所以我覺得這個 讓我感覺一個 一個感想就是規矩來期了 這個 改這個東西要幹嘛 它只是一堆免費 那你還要周遮勞 開車過去補辦 到最後還要再改回來 而且我們改名字是有次數限制的 那我覺得這個讓我非常非常驚訝 那當然啊 改這個台灣是自由的國家 應該怎麼改名字 這是你的自由 那你如果就為了一個幾十塊 幾百塊 甚至幾千塊的 的這個 鮭魚餐 而改進去 我真的覺得 只能說尊重啦 會見了一切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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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